大家好,我是超音频,今天是10月15号 这是我家这个客厅啊,本来这有一个沙发 我现在都得推到电脑这天去 然后今天我就在这个电脑前面坐着 大多数时间呢,就是在学习这个点击的视频 但今天可能有点感冒,整个人精神状态不好,头疼的 边看有点瞌睡就睡一会儿,然后起来就又看 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本来今天要录的视频呢 就放到明天去录,而且看起来在下了 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有一个月的雨的这种天气 从明天开始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方向性的转化吧 基本上就雨就停了,所以明天再录吧 很好,目前看起来还是有这样一个时间来录这个视频 我今天呢,把以前的一些写的一些文章整理了一下 也不是今天了,就昨天,关于我以前写的 只要有一个女人系列,就是又把那个点书账号找到了 把那些东西整理了一下,然后那个是我刚开始在2018年 已经意识到我这个律师之间大概可能会比较困难的时候 开始谋求转型的一个文章吧 就是一个系列的文章 写了一些我身边的一些女性 然后也写作的这个动机呢,是因为只要有一个女人这样一个诗 这个诗呢,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女人在生活在她被期待的那种刻板印象当中 可能和她自身的那个特质不相符的话 她这种局促也必然会影响 像对的那个,必然会有一个男人也会在这种刻板印象当中无法自拔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当时写的那些东西也有点幼稚,有点刻意 但是也还觉得挺不错的 我现在不能做律师呢,我其实也在想我后面以后怎么发展 比如说我去明言要是如果能去上海,如果还不能职业的话,我到底要干什么 所以最近这200多期的去保日子其实也可能给了我一个启发吧 就是如果以前的那个探索主要是以文字作为载体表达的话 那后面也许我会去录一些视频类的节目 作为一个打造个人IP的一种努力吧 那最近呢,因为要录这个视频就 要录,要点这个视频呢,就先把这些事情弄完 我的目标就是在10月底之前把这些视频弄完 11月份开始呢,我要比较,就是真的作为一个事情去做的 录一些作为职业方向突破的一些视频吧,去尝试一下 好了,就不看广告看聊笑吧,现在就先说这么多吧 希望能够不会在后面看起来今天的这些话是一个吹牛逼吧 因为可能最近这个看视频啊,电视频尤其也是观摩电影 可能真的慢慢的有点感觉了,希望那种感觉能够真的转化成生产力能够保持下去 好,那今天就先到这